大家好, 我是吴建邦医生 今天我很高興請到Niko 跟我們分享一下 她診斷肺癌後的心路歷程 Niko, 你好 你好, 醫生, 你好 Niko, 以我所知 你是肺腺癌的病人 是 你可否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發病經過是怎樣 怎樣診斷這個病 我其實大概兩年前多確診 當時原來是肺息水進了醫院 當時我就不斷咳 我沒有特別去看醫生 因為當時是疫情 總之不是疫情就沒事了 誰知一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敲我的肺 你應該有肺脊水 立即去照個X光 照完真是, 就安排了進醫院 之後就要抽些肺水出來 再去抽一下 為何會有肺脊水的情況 然後拿了基因去化驗 就發現原來是ALK肺癌 大概有5%的肺腺癌病人 都是屬於ALK的特變 我們知道肺腺癌來說 其實在亞洲人來說 相對出現基因特變的比例比較多 最多的那種叫EGFR 有差不多一半的肺腺癌病人 都找到EGFR的基因特變 ALK大概佔了5%左右 Niko, 你有沒有做到一些其他檢查 譬如Pet CT或MRI那些 有, 兩種也有做的 照完之後就發現了 當時肺有腫瘤 還有臨巴也有 腦部也有一點 腦部也有一點 腦部是很零散的, 很少的 有一點點 明白, 好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想看 有沒有腦部的腫瘤 很多時候醫生比較喜歡做磁力共振 MRI 最好是打顯影劑 為什麼呢? 有些人會問 Pet CT也可以照全身 但其實Pet CT 顧名思義就有Pet和CT兩個部分 CT來說, 看腦組織 其實靈敏度不如MRI那麼好 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想看腦組織 或者是脊髓 或者是神經組織來說 我們首選都是一個磁力共振 MRI腦部 所以很多時候, 醫生都會選擇 一個全身的Pet CT 但不包括腦部 腦部就用MRI去照 這樣效果就會最好 Niko, 我們知道ALK的藥 現在出了有第三代 即是一代、二代、三代 你是在吃第幾代的標擺藥嗎? 我一開始確診的時候 是吃第二代的 大概吃了一年半左右就抗藥了 對, 就轉換了吃第三代 差不多有八至九個月的時間 Niko, 你在吃第二代 和第三代的標擺藥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副作用可以留意到? 有, 特別是第二代的時候 吃的時候, 體重增加了很多 對, 還有水腫的情況會多 但其實第二代對我來說 也吃得挺舒服的, 沒什麼 不過它抗藥吃了一段時間 大概連半時間左右 第三代相比第二代的副作用 對我來說比較大 水腫和體重的情況 比之前更加厲害 可能一個星期剛轉換 是可以肥十磅的 肥半後, 可能手腳會麻痺 麻痺不是一段時間的 對, 可能幾個星期都還在鼻孔 對, 還有膽固醇 膽固醇很高, 腹疹的時候 醫生也有被膽固醇藥控制 對… 還有皮膚 有時候會有痕癢, 類似濕疹 但醫生說是陽疹, 皮膚問題 明白 對, 就是說吃第三代標擺藥之前 你的膽固醇是正常的 正常的, 對… 是合格的 其實標靶藥的副狀比起化療 已經相對溫和 但ALK的標靶藥來說 也有它一定的副狀 會是膽固醇升高 超過九成的病人 吃第三代的ALK標靶藥都會出現 一般來說, 醫生也會開放膽固醇藥 但多數配合飲食 病人都可以好好控制膽固醇 另外也有超過一半的病人 會出現水腫的情況 一般來說, 也沒什麼有效的藥物 可以控制水腫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問 吃去水丸行不行? 一般我們見的經驗來看 其實不是因為腎的原因 導致水腫的話 吃去水丸的效果不太好 一般醫生也會對症處理 譬如我們放枕頭在腳上 協助液體回流 還有做按摩 如果真的很嚴重的情況 如果皮膚出現瘦症的話 其實可能會在標靶藥裡 減少一點藥量去處理 另外皮膚出現一些優疹 其實很多標靶藥都會有這種情況 醫生通常的處理方法 都會開放一些藥膏 有時候有抗生素成分的藥膏 或者是類固醇的藥膏 大多數的個案都可以受到控制 Niko, 你吃了第三代標靶藥之後 最新來過PAT CT的結果是怎樣的? 吃了半年之後 我去做一次MIRR和PAT CT 老的情況都沒有, 依然保持得很好 本身有活躍的地方都是睡覺 而且穩定的 好的 很多時候病人都會問 標靶藥到底要吃多久才可以停 一般來說, 如果是第四期的腫瘤 我們開標靶藥都不會設定停的限期 什麼時候會停呢?兩個情況 第一, 它有明顯的抗藥性 抗藥性,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一個影像 去確認, 不可以單憑癌指數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人的癌指數 其實未必是準的 很多人的癌指數一直以來 都可以很低, 不會升高 另外一個停藥的情況 就是有嚴重的副障 即使是經過減弱, 減了很多藥 其實去到一個最低的劑量 那個抗藥也叫做受不了 醫生就無可辦法之下, 只能夠停藥 另外想問, 醫生 例如我們這些確診者的時候 有沒有大概多久就要做一次追蹤 看一次HC, PAT CT, 或者MRI呢? 明白的 追蹤的方法有幾樣 可以是抽血體癌指數, 以及做一些影像 但是不是每一個病人的癌指數 都會有升高和變化 有些病人由一開始確診 到最後其實癌指數都沒有升高 所以有些病人我們需要依賴一些影像 去確認它有沒有抗藥性 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會照CT肺部 另外偶爾也可以做一些全新的症電子素描 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一般來說, 醫生建議四至六個月 可能做一次這種掃瞄就可以了 好, 醫生, 我也想問你 關於有時吃藥, 我們有時會忘記了吃 有時吃藥,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吃到 如果有這種情況, 你會建議我們 再吃一次, 還是可以避免? 這也是很常見的問題 一般來說, 我們也建議病人 其實可能真的要設定鬧鐘 最好定時的時候 不要說一時有12點, 有時有3點 有時有4點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真的忘記了 所以定時的好處, 我們就會提醒自己 但如果真的忘記了吃的話 其實如果你是想起的時候 跟你想起的時間 相距不超過12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馬上立刻補食 但如果你想起的時間 已經超過了12小時 你那天就忘記了, 你就當那天不吃一天 就是這樣 明白 你作為一個這麼年輕的 ALK第四期的肺男病人 其實你這麼年輕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工作 或者是家庭計劃 其實是一般都受到很大影響 是… 你自己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如何調整出來的 其實我還沒病之前 只是一個很緊張的大師 而且所有事情都要很完美的計劃 雖然沒有數據顯示壓力 關不關癌症的事 可能一些很大的壓力 導致我病, 我會這樣覺得 我會這樣做, 但我會這樣做 然後當我確診之後 當然有一段時間是不開心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的 但是… 因為吃過Velba藥 都控制得很好 還有一天一粒藥 雖然我也很感恩 因為雖然我身體上 沒有一些很大的… 不舒服 對比一些可能化療或電療的人 那個情況 其實我也是很舒服的 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你會覺得不知道何時會復發 怎麼辦呢, 我可以吃多久呢 但其實我們不能去想太多 有時候我們不能去計劃太多 我以前很喜歡計劃 但現在可能沒有計劃 可能就是最好的計劃 我覺得… 計劃說不上變化 對, 而且你為何要這麼擔心 明天的事 明天… 不如我現在好好享受 我跟你在吃飯 不如現在享受這個時刻 不要再考慮 擔心明天的事 有時可能明天全世界都生病 是沒有人知道的 明天發生甚麼事 我會覺得可能會更多焦點 在現在 還有多花更多時間給家人 對 還有會珍惜很多一些很微小的事 例如一頓飯 以前有空才吃 下次下班有空才吃 但現在可能每個朋友的約會 我都會很珍惜跟他們的相處時間 不要想太遠的事, 都沒有人知道 有時我會覺得就是乳癌共存 對, 可能很長 還有乳癌共存之外 我又會覺得當作是一個慢性病 他這樣看, 心態就會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 對, 對 對, 對 Niko的心態非常好 其實四個字總括就是活在當下 對, 沒錯 還有一件事, 我們很贊成 Niko剛才所說的就是 現在癌症的趨勢 的確我們看到 開始變成了一個像慢性病一樣 因為現在Niko是一個活生的例子 就是他現在的醫治方法 不是手術, 不是化療, 不是電療 是純粹一天一粒藥 就真的好像我們有糖尿和血壓一樣 我見過有很多例子 其實現在第四期的肺癌 或者是其他腫瘤的病人都是 如果吃到標靶藥 吃到很長的時間 而且沒有什麼裡面不舒服 就真的好像跟你患了糖尿、血壓、膽固醇 其實真的很類似 隨著伸出的藥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看到這類的病人 其實也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抱著樂觀的心 去過好過一天 其實我得到最好的生活態度 沒錯 今天再一次謝謝Niko 接受我的訪問 謝謝你 Niko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很鼓勵到我們的病人 其實也是 最重要是大家保持樂觀的態度 今天的訪問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好的, 拜拜 拜拜